電競孔子 歡迎收聽電競孔子的直球對決 我是主持人LeoD 那因為這個公司資金有限 所以今天我們用比較不一樣的形式 就是我自己錄 然後我們的塔龍的工作人員 會問我一些問題 然後我去做一些回答這樣 好 那個我就是後庭的工作人員 我是EAN 然後我也是這個podcast的製作人這樣 沒錯 因為我們想照著說的嘛 紙巾有限嘛 所以我們應該會是幾集找來賓 然後幾集就是照著自己這樣聊聊天 所以我們就是這種集數的話會比較輕鬆一點 然後想到什麼就聊什麼 然後所以如果大家之後啦 有一些想要問的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聽什麼話題之類的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區留 最好是以電競圈為主啦 也不要太偏 問到我個人就怪怪的 或者是問PSG的這個 其實也不會 這就是你的節目 沒有PSG的一律不回答 因為我是塔龍的人 不要出事就好嘛對不對 不要法務不要出動就好 對對對 不要出動不要那個 因為我的約還有一年啦 就是還有一年的約 我希望可以安然的度過 那你還剩一年約 怎麼就職業倦帶了 呃 沒有那不一樣又不衝突 這個職業倦帶是對播報這件事情職業倦帶啊 因為我覺得 上次 上次 Egg那一群那集大家都有聊過嘛 就是 感覺跟他們一樣的共識就是 我好像一直在做一樣的事情 從我 欸嚴格上來說大三啦 大三開始比較長播比賽 我就一路播到現在 大三幾歲啊 2212 大三是21歲 好我現在大概2728 播了67年 然後 主要播的項目又都是英雄聯盟 這應該是任何產業都會遇到的問題 或者任何工作應該都會遇到啊 就是你一直長年的做同樣的事情 儘管 英雄聯盟你可以說他的版本會變 玩法會變 但 對我們播報來說其實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我就算今天我不用做很大量的功課 我只要做上去 有字卡然後有比賽畫面 其實我就可以 講的大概有60分 而且觀眾 老實說是聽不出來的 呃得說因為我這陣子比較忙 暑假嘛很多工作 然後 欸可能有亞洲盃 然後有PCS 然後又有其他的一些 播報或者是額外的工作 這樣那 真的在準備方面我覺得 比起以前我準備的量沒有那麼多 就我可能頂多就是把 欸假如說播禮拜日 我五六的比賽我會看完 然後 呃我以前可能還會做數據啦 但現在我會把那些時間留下來 然後去看更多層面的東西 那更多層面的我覺得 我會把它歸類在我的場外準備 因為 場內準備我覺得我只要把比賽看完 我版本抓好 我BP預測啊 遊戲內容我覺得不會差太多啦 那 呃PCS觀眾 比較嚴格一點 就會希望你可以有 講不一樣的東西 那因為我現在亞洲盃的班也比較少 所以我可以很 集中火力的把 一天的笑話 就是全部講完 然後我可能可以CD一到兩個禮拜 所以我下次上台的時候我又是一堆笑話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蠻好的 因為 欸比起前幾年 就是我可能 一週我要播兩天的亞洲盃 然後可能一到兩天的PCS 其實到後面真的是沒有靈魂的在播報 然後 其實有每天都聽的觀眾一定聽得出來 我越來越無聊 然後 我很像機器人 這個沒辦法嘛 因為 對啊 你笑話總會用完啊 對啊 啊你工商的東西總會 講到一定的值 你要再 超過原本的笑話 這件事本身就比較難 但 我印象蠻深刻的是 我前陣子不是播了一個 咆哮聲淵的決賽嗎 然後 那一天是跟部分播 然後那天我就播了 很 很free 因為說實在的 我在看咆哮聲淵的比賽 好啦我沒有看 我一集都沒有 我他們一場我都沒有看 我 對於工課的準備 就是我問我學生 因為他也有打進那個 那小組賽巡迴的六強 他就傳了所有 可以玩的英雄的資料給我 然後我就去做了一個統整之後 然後我想說 OK因為 好笑聲淵本身節奏比較快 你說你要去分析那些 其實也沒什麼好分析的 你今天 要讓觀眾 能夠享受這個比賽就是 可能要用別的方式嘛 所以我就那一天想了 很多的梗 應該說前一天想了很多的梗 然後 就是在那一天跟部分播的時候 剛好又打滿五把 所以我有很多時間可以發揮 可以說大概有二三十% 是我可能 有先 預先想好的 但也不是說前一天晚上就準備好 那個可能是我準備了幾個月 然後或者是幾個禮拜 然後在那一天我覺得時間都是對的 場次也是對的 時間點也是對的 所以我一次全部用完 然後 剩下六七十八都是freestyle 那那天的效果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自己的那個 YTE頻道 我有請我的片師撿那個精華 欸那個是不是快十萬了 已經十萬已經十萬 其實我那時候預設就是 這次如果沒有十萬 我再也不會撿精華 因為我覺得那天已經是 巔峰 不過以前精華來說 我那個已經是 把所有我覺得最好笑的東西剪在一起 那真的蠻好笑的 但我覺得是我的片師厲害 因為他把他的 他把那個節奏弄得很好 因為那個片段都是我挑的 就是我回家之後 我就把那天的VOD全部重聽一遍 然後我把所有我覺得 你自己把它全部重聽啊 我全部重聽 然後我把好笑的點全部時間軸記下來 然後因為那天講的梗層面太廣了 可能有館張梗 然後也有前幾天 像前天的全上梗 然後又有什麼班長梗 就什麼梗 我都分類好 把時間軸打給他 然後 包括也有學播報啊 學什麼JR啊 學內許這種 就是我都分得好好的給他 然後他就幫我 算是 可能我寫了20個給他 他幫我挑了重點的10個 因為他有他的想法 那就是說他覺得 片長還是維持在10分鐘是最好的 差不多 那確實 那一集的效果是 出乎意料的好 因為其實我中間有 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在剪這個 播報精華 你頻道停更很久 上次好像是那個電競孔子的 你知道為什麼沒有播報精華 那就是因為 沒那麼多笑話可以講 因為 因為這件事情本身就是 不是我的工作需要做到的事 我今天是一個賽評 我就是做上去分析好比賽就好了 但我會去做這些額外的事情 就是我想要觀眾看得開心 然後我自己講完之後我也開心 就是之前就講過 我講這個我會不會多錢 但可能會觀眾會覺得我有趣 然後 編輯效應就是 其他 比賽的廠商看到 然後或者是 比其他比賽的項目看到 會覺得這個人滿有趣的 說不定可以播比的比賽 因為 像我前幾天不是去播那個 什麼2V2V2 對2V2V2 對在LA的那一個 其實你知道那個播比賽之前 蠻可怕的 那個很早欸 我覺得那個時間倒是還好 因為我覺得我們播報本來就要配合 所有工作的時差 對那天我還算是早睡 因為我是會配合工作 那天是 我根本不知道我那天要播什麼 因為我有看Rondon 然後Rondon他只有平面的2 然後我想說 他第一關是躲避球 不是第一關是那個旋轉 就是旋轉木馬 第二關是躲避球 然後第三關是那個搓搓搓板再搓下去 因為我那時候看Rondon 也還沒有人跟我解釋 我想說奇怪 這不就是我以前看的綜藝節目 然後我想說 真的是這樣嗎 因為我想說 畢竟是Rioter的活動 還是要跟Lo有關聯 然後我就那天去之後 那邊的人跟我Rondon 我靠腰還真的是綜藝節目 然後我想說 要怎麼播啊 然後後面坐上去 搭檔也是部分 我們就是隨便講幹話 然後後面到2v2v2的時候 才是真的會比較有分析說 他們怎樣出裝或什麼 但那天我覺得 表現就差強人意 可能前面 有點 就是用力過頭了 所以我後面播的比較疲態一點點 而且因為2v2v2 我玩的也還沒那麼多 所以我不太 可以快速的了解說 喔 怎樣的情況是最好 怎樣 你不要把它當成Lo的播報 你就當成好像是我在播別的項目 我很像在播一個體育運動 這是用以平常的方式播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我 像前面說的 我做的場外的 算是準備 用在了一個 完全新的播報項目上 因為像是 那個 我剛好最近是健身嘛 對啊 所以我健身教練有跟我講一些什麼 肌群什麼一些都沒的 那些就是記得 然後自己運動的時候 那他們第一關旋轉木馬那個 其實那個沒有很難 但那個感覺就是比耐力而已 因為他一直跳嘛 啊你誰體力好跳到後面 就是你就一直跳 肌力好的就會贏嘛 啊第二關躲避球 是因為我國小是躲避球校隊 然後我們的 那時候教練有教我們怎麼打 然後怎樣是犯規 所以我有去學正規的那個 躲避球的規則這樣 然後所以 好像講的也是頭頭是道的 但其實也沒有真的很懂你知道嗎 可是講的好笑一點點 然後有時候再配點 算是很老的那種港劇電影哏這樣 不是在講什麼鐵男躲避球什麼的 喔那個是 那個是那個是 美國的電影 那個真的其實蠻好看的 那應該少數是跟躲避球有關的電影 對然後第三關是那個戳戳戳的嘛 那個就 其實說實在那個比賽蠻 就我自己播下來 我也覺得我好像沒講什麼 但就是講 就就是 把那個氣氛拉高就好了 對啊然後後面2v2v2再認真說 那你覺得Riot辦這種就是 跟Lo沒有直接相關的活動 你自己是喜歡的 我很喜歡的 而且我覺得我喜歡的點是在於 他會讓我想要去參與 因為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平常沒有遇過的東西 我就會想說假如今天我是玩打躲避球的那個 我要 我要怎麼打 怎樣 然後或者是今天我要戳別人的那個 我要怎麼把它推下去這樣 那如果你今天站在一個賽評 或者播報好了 播報的角度上就是 我要怎麼把這個平常我根本沒播過 或者是大部分根本沒看過的東西 播得很精彩 其實我播完之後 我就一直有在 思考這件事情 因為像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看籃球 然後很多觀眾問我說 你會不會去播籃球 我有在想 我沒有很懂籃球 可是如果我可以把籃球播得很好看的話 說不定也可以試試看 就是 會有這種想法 就是我可以播很多 我會不會 可能只是因為我的 優勢在於是 我很會閒聊 很想要看你播那個 你知道有youtuber的那個籃球賽 喔 我覺得那個直接讓我上去打會比較好 那個突起或者是什麼 直播主辦一個籃球賽 我覺得我去打會好一點點 我健身其實就是為了打籃球 因為我以前太瘦了 然後又沒力 然後後面發現什麼肌力有的 沒有的都不夠 然後 容易 就很容易打到一下就腿痠這樣 然後爆發力也沒有很好 跳也不是很高這樣 後面真的是 開始健身之後 你會明顯感覺 就打籃球變很強 你很不會聊天欸 我真的很不會聊天 你馬上就沒有下一個問題 沒關係這邊等一下就會剪掉 超級辣 這個就是會被我們剪掉的地方 我覺得可以剪進去啊 我前陣子也有在 直播台上說 我最近播報找一點熱情 直觀一點就錢比較多嗎 我現在播的比賽 錢相對多一點點 就覺得 花一樣的時間 但我可以領到更多的報酬 這樣子播起來開心一點嗎 這是現實層面的 那另外一個層面就是 呃 量變少了 但 呃 我反而可以讓它的質感變得更好 我覺得這個是以前我 會一直沒有熱情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量太多了 你要我每天都 這麼有能量 或者這麼有效果 我覺得真的有點太難 所以你表現好或是有新的刺激 都會讓你的熱情回來就對了 我覺得新的刺激是在於 我也沒有用到我準備到的東西欸 因為假如說我今天就是平穩的播報 其實觀眾根本聽不出來啦 但我會覺得那天我好像什麼都沒講 我就是把我講過的東西再講一遍而已 因為其實英雄聯盟就是這樣啊 它基本上你變化你要說很大嗎 大概三四成的東西是不會變的啊 你前面營運或選角 就光現在打的這個版本 我們當下錄可能都還是打13.12 我真的是做上主播台 我什麼功課都不用做 我就可以全部拆BP都拆得出來 那你說這種東西要很大量準備嗎 不用 因為可能最近我看的團練多 然後包括我自己有參與一些業餘賽 所以我對BP的那個理解上面 我得說我現在是就是看到什麼 就知道要選什麼這樣 但英雄聯盟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可能下一個版本改了之後 我對這些100%的功課 就是我可能要2-3成的東西要修改這樣 那修改的時間可能是一兩個禮拜 那個不是一兩天我就可以修改完了 所以維持熱情喔 就是要有一個讓我維持熱情的點吧 你說錢也好或者是說動機也好 講到那個動機我剛 我就不說是誰 然後我剛好早上在跟我們其中一個選手聊天 誰 幹就不要說誰嘛 問一下哈 然後他就 就是他就說到 反正他打很久了嘛 就是會 也是會比較 沒有熱情 正常啊 然後我們就跟他有聊到 你上次不是在開台看那個 DRX的紀錄片 他就跟我說他昨天看完那個DRX的 他說喔他現在整個人就是很有熱情 他覺得好想要就是有辦法站在那種舞台上 然後就會覺得哇人家在追夢 然後我現在也在這個路上 就是會有一種很振奮的感覺 打了比較久了 那不就是 不是你這樣講 不是也只有兩個人嗎 不然勒二選一而已 但我覺得這很正常 本來就是要受到不同的刺激啊 因為你每天都做一樣的東西 假如說像 我們之前在擬行題上我有講過 今天你的搭檔 如果講得好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講得更好 因為你不想 我的個性是我不想輸給他 所以我跟部分 為什麼能播報的時候 可以兩個人都 這麼好笑 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可能講了一個笑話 然後我覺得靠要被逼過 我要講贏他 所以我會再講一個笑話 那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麼 他可能只是想要附和我 所以他又會再講一個笑話 其實你只需需聽那整天的VOD 我真的覺得其實那天根本不用剪精華 只是因為 這個 給一些沒有那麼多時間的觀眾看 我覺得那天你一整天聽下來 我們就是整場都在講幹話 可是 觀眾聽得很開心 這就很像 同儕間的那種 良性競爭啊 對 因為我不會 我本來就不會有一個什麼 我一定要把對方幹掉這種心態 我想要比他更好 那如果對方給的回應也是 我也想比你更好 那就是兩個人一起變好嗎 我想要 每次都能夠 比之前更好 因為我之前卡的一個關就是 我覺得我好像播報就長這樣 或者是 也不能改變什麼了吧 但現在有 開始找到一些方向 能夠讓我 每次都覺得我自己好像有好一點點 那就夠了 也不用好很多啦 我的要求沒那麼高 對啊 這就很像對上 如果有一個就是 一直在追求自己進步的選手 然後其他人其實真的 或多或少會被他 影響到吧 對啊 會被感染啊 或者是心態問題啊 但還是得說啦 現在講得好像很 這個 很 頭頭似到 對啊但其實 私底下還是很懶 就是 要工作 可是 畢竟他就是一個工作啊 因為我現在 我覺得當賽評之後 很難做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把一場比賽看得很 當休閒 沒有辦法享受比賽 我現在真的不太能 除非就是我可以確定我之後的 我之後不用播 就類似說 我播完四強之後 或我播完八強 我知道我後面沒有比賽 要播了 我就可以一個觀眾就是 我就看一看 就是 這是我的休閒 那你可以享受LEC的啊 對啊 所以我看別的聯賽我很開心啊 因為 就是他跟我無關啊 那 這個就是有編輯效應的嘛 我在播國際賽的時候 我講LEC 可能會講的比大家 稍微多一點 因為我平常就可能會 我當然不會每天看啊 因為有些比賽說在 也蠻難看的 就是 我有印象的我就會拿出來講 然後對於選手 可能也會比較有 這個 可能比較額外的了解這樣 所以我覺得 就是 累積的這個過程 如果你在後面 能夠發揮出來 是挺有成就感的 對啊 那個累積的過程 其實就像 你平常生活中 剛剛不是說什麼健身啊 什麼有的沒的 看電影啊 你不是說你都會去看 就是為了要 讓自己的實況 或是播報 就是有更多元素可以講 其實我覺得我沒有很刻意在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覺得只要變成很刻意 凡是很刻意的話 都會很不快樂 我的意思就是 假如說你今天只是為了 我是為了工作 所以我去看某部電影 我覺得你就沒辦法享受這部電影 可是我又是抱持著 我今天就是去看這部電影 而且我很挑 好 就算很多人跟我說這部很好看 那我不想看我就是不會看 除非他就是真的社群梗太多 其實也不一定要看你知道嗎 因為你大概在播播台上兩次 旁邊那個就已經全部都講完了 所以你就 你就算沒看過你已經都聽過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呃一個方式啦 像我 因為我自己去看電影 我都看那種 你在主播台上不能講的 你最近看什麼 我說我自己去看什麼 對啊 看那個什麼 我的金魚老爸 那不是一陣子了 欸就如果以上一部我自己去看 就是我沒有找人家去看 因為我知道那部片有點 沉重 他是沉重的 然後 欸我就是那種凌晨一兩點去看那種片 那你說都不會有人 然後你可以一個人霸佔整個 其實那天還蠻多人的 因為那天是假日 但他的電影內容 就不太適合在主播台上講 甚至我覺得在實況台上也 太沉重了 不見得能說 對因為那個東西有點沉重 然後他涵蓋的層面太廣 可是就是你看到之後你會有一些 就是你自己會有一些想法 那這些想法 不一定要運用在工作上 你運用在生活上也很好 那假如說最近看比較 虎螺大眾的電影就是蜘蛛人 那個穿越新宇宙 真的超好看 很好看 然後 我就 但這種很新的電影 我不會再主播台上講 我覺得這種這種雷 這種這種雷是不能爆的 就是他可能再過一個月 我才可能會講這樣 但就是你看了這部片之後 第一個是享受他 那你要怎麼運用在播報上 那是事後的事情 因為你這樣等於說 我有一個月的準備時間這樣 然後 你要怎麼去延伸 或者其實這也是個聊天的話題 就像我現在錄這個 我可以跟你聊電影 或者說我在直播的時候 我會跟觀眾聊電影 所以我覺得哪個部分好看 哪個部分不好看這樣 所以 就是 我就把 這個是我的休閒娛樂 但我會把我的休閒娛樂 就是 換個模式 變成他是 可以聊天的 東西而已 是這樣 像我打籃球的事啊 你這樣你的生活的每一件事 都是你的 怎麼講 素材之一 其實我還蠻享受 生活的 就是 好正向喔 靠腰正能講嗎 講啊 反正不能講再剪掉啊 其實還好我在時光還要講 就是我以前還蠻這個 有一段時間很低沉 你說兩年前啊 不止了啦 三四年前了啦 很久了 只是大家沒有看出來而已 那時候就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我說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不是那種我很廢那種 是我覺得 我不知道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活著那這樣 哈哈 不是吧 我覺得這個每個人都會有一段 每隔一段時間 啊 那個每個人的時間不一樣 但是這種情況 就是我不知道 但我那時候的感受就是 我感覺不到 情緒 就是喔我今天要工作 我去工作完 我就是累 然後我也不會因為賺到那個錢開心 然後我也不會 喔很累 然後想要找人家抱怨 因為生活沒有一個目標 沒有你就是很像一個器人這樣 但就久了之後 就覺得好像這樣不太對 因為它已經嚴重影響到我的日常生活 就是我可能 會焦慮 我會睡不好 只是你有意識到你自己 對我有意識到 就是我的 這個叫病識感 病識感蠻重 我病識感蠻明顯的 然後我就有去 尋求一些管道去解決 然後解決之後 就現在還不錯 我現在做什麼事情 我都會用 你去看身心科那種 我對啊 就是 這個都可以講啊 就是我現在每天都吃藥睡覺啊 我沒有吃藥睡覺 我是睡不著的 就是我前 這個可以剪掉了 就沒有沒有差沒有差 我又沒有叫大家去看 我也沒有說我有這個 吃兩年藥的經驗 叫大家那個還好吧 凡事都有可能遇到一些困難嗎 那大家解決的方式不一樣 我 一開始解決的方式就是 找朋友聊天 這樣 可是 他那個也是短暫的陪伴 那你後面真正 其實說實在就是靠自己啊 那 雖然你可以說 喔 看你是吃藥啊之類的 但我覺得吃藥很有用啊 就只好對現階段的我有用 然後我分享一下 我前陣子有一段時間 喔有 前陣子不是連假 端午連假嗎 休四天還幾天的 對四天嘛 然後那剛好那四天 我要吃完了 然後那個身心科就沒開 然後想說 我想說那我試試看不吃藥好了 我就有三天沒吃 我第一天我完全 呃我是睡得著的 可是 我很像是 我我的感受啦 我被鬼壓床了一整天 就是我 身體很累 就是鬼壓床有很多種說法嘛 在自己家我是覺得 不會真正是被鬼壓床 就是你的身體太累了 然後 你其實也沒有深層的睡眠 所以你會感覺到 其實是醒的 但你的身體不能動 對 我就這樣子一整晚 然後我隔天還去播比賽喔 對 就很痛苦 然後第二天有說 還是沒有藥欸 好算了沒差 但第二天就有好睡一點點 但還是那種就是有點 就是在 睡夢中 有點 就是 半夢半醒 睡不好 而且我覺得 因為我是一個 那個體質比較敏感的人 我會很明顯的感覺到就是 我現在在睡覺 可是我沒有睡好 因為我是一個做夢 我會知道我在做夢的人 對 而且 沒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有長期的焦慮 所以我才會吃藥嘛 我是 很容易做噩夢的人 而且我做的噩夢 大概 假如說有五種夢好了 我這五種夢是 會循環的 就是我已經會夢到說 噢這個噩夢 它等一下會怎麼發展 然後我會用第三人稱去看我在做這個噩夢 真的 好猛喔 對 所以我其實只要在做了第一次噩夢之後 我就 當下會很緊張很怕嘛 然後你可能會嚇醒 但我第二次做的時候 我已經不會怕了 因為我知道等一下哪裡有人會出來嚇我 真的 loop loop起來 真的 就是我完全就是噢 它又出來了 這樣 就是 我記得有一個夢 我可以大概形容一下 就是我在街上 然後那時候其實你會覺得身體很緊繃 就是你的 睡覺的身體很緊繃 然後可能就是焦慮或壓力大嘛 就沒睡好那種 然後你就會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在一個 可能類似巷子那種地方 我有一台車經過 那種貨車 小貨車比較高的那種小貨車經過 然後它一經過的瞬間 就會有一個小妹妹站在那邊 然後我只要一眨眼 它就會瞬間到我臉上 每次夢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只有在第一次的時候被嚇到 我第二次開始就知道 喔 它要來了 對 然後它來了就 然後後面的夢 過程都是一樣的 它會瞬間切換到一個海灘 然後會有海浪 然後那個海浪 一樣就是我站在沙灘上 那個妹妹會站在那邊 那個妹妹 你看得到臉嗎 看不到臉 它就是頭髮蓋著 所以我最近在看那個啊 對夢的解析啊 我覺得我 以我在網路上查的資訊就是 可能我壓力太大 所以只要我睡不好 我就會做噩夢 然後但我比較好奇的點是 為什麼我做的噩夢 永遠都是長得一模一樣 包括我被僵尸追 我很常被僵尸追 那個僵尸 它進來的速度跟角度跟畫面都是一樣 而且 只要我看完僵尸片 我那天一定會做僵尸噩夢 它會在一個廟裡面 是廟喔 中國那種廟 然後我走到第三層樓的時候 我轉頭 還會像以前那種林正英的 這個僵尸片一樣 就是我憋氣 它也不會 它就不會動了 對 每次都是一樣 每次畫面都是一樣的 所以 當然做噩夢大家都不喜歡 可是我現在反而做噩夢 我會覺得說 欸為什麼我一直在感受同樣的事情 我會覺得很酷你知道嗎 對 這對我來說已經不是噩夢了 因為就是 因為你都已經夢過了 你很像是同一部恐怖片 你連看個五次你哪會怕 你都知道你要被嚇了 對啊 啊我就不會被嚇到 所以我就想 所以我現在想要理解的是 為什麼我會一直做一樣的夢 因為我覺得做噩夢難免都會 但今天你一直重複同樣的夢的時候 它是不是代表著某種訊息 這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還在嘗試理解這件事情 那你剛剛說那是第二天 啊第三天 第三天其實就早很多了 就是你可能身體已經習慣那個了 所以你可以不吃藥 沒有沒有照吃啊 但還是睡不好啊 對啊 反正大家會覺得有點懸 但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我 也有些人說什麼 你做完噩夢寫下來 你之後就謝謝 然後你有一個筆記本什麼的 就他說你寫下來 這我上網查的 但但我覺得那是騙人的 你寫下來之後 他假如說是個不好的夢 你在你後面寫一個好的結尾 他就會變成好夢 就是騙人的 啊你有試過嗎 我有試過啊 我每個噩夢都說後面那個僵尸位不見 沒有要繼續追啊 對他不夠沒完美啊 他都消失還不夠完美 對啊可是我覺得就是 我看很多資料 然後包括去看醫生 可能都是說我太 太焦慮了 壓力太大了 所以 可能他轉換成夢的形式是那樣 就感覺 好像有東西在追著我跑 只是已經跟幾年前比 已經好很多了 我覺得好很多不是因為我吃藥 是你的生活比較多 這個我要再說一次 我覺得不是吃藥讓我變好 而是我 坦然接受的這一切 哦 就是 心態上的調整 就是就這樣啊 我覺得沒差啊 就是 就是你就每天來追我啊 反正我知道你會追我 我就給你追啊 啊你只要讓我那天不要太累 我就好了 真的啊 真的 你要說現在也沒有到每天被追 可能一個月被追一次而已吧 就這樣啊 反正夢都一樣啊 你又沒有變新的花樣 我就覺得還好啊 沒有新的花樣 沒有新的刺激 對啊 因為像我以前 我以前很怕鬼 我真的超怕鬼 以前小時候 因為我以前 國小的時候 我姑姑有點病態 他不敢看鬼片 他拉我一起看 然後他找我看那時候 然後日本最可怕的什麼鬼水怪壇 他拉小一的小朋友去看鬼片 對因為他不敢看 就是七夜怪壇啦 我不知道那時候 那時候的那個翻譯叫鬼水怪壇 我看完之後 我到小六 我洗澡我都不敢關門 而且我那時候有兩年 我刷牙是旁邊要佔人的 他有一幕是 這個這個應該小 現在的觀眾 聽眾應該都沒聽過 他是在刷 那個小妹妹在刷牙的時候 這水嘛 嗯 突然掉一坨頭髮下來 所以從此之後 我每次在刷牙的時候 我都會怕 欸你小學很多隱隱欸 你又吃香蕉隱隱 我以前真的還蠻怕 就是鬼的 可是我現在就 我現在連作惡夢都不會怕 所以你現在是可以看鬼片的 可以看欸 可是我其實有時候看不太 不會想要看 因為我看不太懂 我上次如果你說 他沒有看不看得懂 他就是被嚇 他就是一個 去被嚇的 我上次如果以我最近看的是 他我覺得不算鬼片 就是小丑2 就是那個 對 第二集我是看第二集 對就他他他 我就覺得 就是他在嚇人的時候 我知道他要嚇我了 然後我看到我會覺得 很有趣 因為 第一個就是我覺得他嚇得很好 就是他有螢幕啦 這個應該那麼久還好 就是 那個女主角去到 就他的什麼老家之類的 然後那個老婆婆其實是 是他 然後就是 用那個他的形式 突然這樣晃過去 然後我看到那幕我就笑 我覺得幹 拍得真好 你在電影院裡面笑 就是我就是 哇 幹拍得好好喔 就是如果以前的我一定嚇 嚇爛 可是我現在說幹怎麼拍得這麼好啊 就是 因為我感覺到旁邊的人被嚇到 你知道嗎 可是我就覺得 喔 拍得很好 就是我現在是用這種方式 我在欣賞他 我沒有在感受我被嚇 沒有因為我之前 會怕 我覺得是累積的 你看小1看鬼水怪壇嗎 然後小6 我們老師放那個 李星傑演的什麼見鬼喔 那個也蠻有名的 你說 唱愛錯文那個李星傑 應該是吧 是嗎 他媽的你很容易把天撩死的 就是 就是他 他有螢幕是 反正就是他 他會 反正就是他看得到 看得到嗎 然後我也是看了之後很有影 因為他有螢幕在電梯裡面 就是那個 越來越靠近他 越來靠近他 那段時間我不太敢自己坐電梯 那時候我年紀也還小 對 就是我以前看都會影 但我現在就好像 還好 有可能是記憶太久了 我已經忘記了 但我現在就是可以 凌晨在街上溜答 大家說你都不會怕 我說不會啊 所以凌晨在街上溜答 沒有就以前我可能直接 我以前在地下室 可能只有一個人的時候我會怕 或者是說就車庫那種 因為你就暗暗的 然後那個燈光就不像 像鬼片的那種情境嗎 我以前就會覺得 是不是有東西要來 我聽到一個聲音就嚇到 但我現在就不會 我就覺得 我說我是牡羊座大家都不信 因為牡羊座大家覺得什麼 很火爆那些 可是我很淡定 你火爆啊 我沒有很火爆我看死前 沒有你在私底下很火爆 我沒有我沒有對你們火爆過 你們真的沒看過我生氣的時候 我生氣的時候超級可怕的 可是我現在就很難生氣 因為最近一次生氣是什麼時候 魚什麼玩的吧 那個沒有生氣 那個就只是我很吉巴 那個沒有生氣 還好啊 我覺得那個還不到我生氣 我生氣不是長那樣 那就只是很吉巴 然後想要吉巴人 對啊 我真的上次生氣 就是對學生吧 可能兩三年前 你說你博爆你學生上課的時候 不是不是我說對我校對的學生 對啊 校對的啦 你說會把他們老媽都噴死了 就噴他們老爸老媽的時候 對那時候是我真的生氣 可是現在也不會 因為我覺得他們也長大了 我好像沒有必要 你說那時候是因為什麼事情 就我覺得你打的爛無所謂 但你態度不好 我覺得你態度不好 你做什麼事情都會態度不好 那我是不用管這個 但我就覺得 看到就不爽啊 就這樣 我是站在死心上 也沒有不用管啊 你就是他們焦點啊 那我只要管他們遊戲內就好 我不用管他們的未來的人生啊 確實 那可是當下我就覺得 你這個態度 你以後 會把自己的人生玩壞 嗯 嚴格上來說他們校隊 我覺得現在辛苦的點是 你今天 你沒有上職業聯賽 你沒有打出成績的話 你這段人生都是浪費的啊 嗯 所以我的角度是這樣 所以我會鼓勵他們說 如果你們有好的成績 就是把你累積那麼久的 算是努力 就是展現出來 那不代表你會成功嘛 但至少你試過了 那我覺得就夠了 那之後 的人生怎麼樣再說 我就是覺得 因為我不是一個會想未來的人 所以我也叫他們 你們不要想那麼多 就執著你們 當下現在 再專心的事情 把手邊的事情做好 因為蠻多人 都會問我說 尤其是我這個工作啦 都會問我說 不只是朋友或者是可能 就是 認識突然認識的人 就說 對你之後什麼打算 幹其實我聽到這種問題 我回答不出來 我都說我不知道欸 因為 我有幾個思考層面 我覺得有一部分 是因為我這一路走來 好像有點太順 就順到我從來都沒有去想過 我下一步要幹嘛 我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想到的事情 是我之後要做什麼工作嘛 可是那時候才大二大三 所以好像離 正常都大四 才會想這種問題嗎 就畢業前 不一定要看你的努力程度啊 可是那時候我是還好 那那時候我就是投入在 打比賽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很順的 在大二大三就當上賽評 然後畢業之後也就是繼續當 然後就是兼校隊教練 就是這 如果你講說這三年 畢業這三年來說 就這個工作讓我的經濟還蠻穩定的 那我就覺得這樣就夠了 那是到之後我簽塔龍嘛 那簽了塔龍之後 就是有不一樣的工作項目 然後也算是錢也比較多 然後分享一下你怎麼簽塔龍的 就土龍找我啊 我也不知道怎麼找我 那有一部分是因為 那時候你們很熟嗎 那時候不熟 但我有問他為什麼找我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台也很少開 那時候你當賽評當 當很久了啦 很久了很久了 那時候已經很久了 但我那時候有問他 因為我很好奇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你簽我就是我就是賠錢貨啊 然後我的出發點是這樣 然後土龍就是跟我講說 不會啊你之前開一台破萬人 啊破萬人是因為我被罵陰陽怪氣嘛 然後我那天就開台覆盤 然後我也就是瞎起巴亂講一通 然後那天就很多人看 然後從那天之後 每次國際賽完我只要開台 都很多人看 然後他就是可能剛好那個契機 然後覺得說說不定我是一個 開台的料 這樣然後我就簽進來 然後我現在是 第二年的約快跑完了嘛 生一年這樣 對所以有興趣的 在我約到的時候可以密我這樣 這段會不會剪掉 官方平台這樣子 這段直接剪掉 這個可以留著啊 就是你看我賽平接教練 然後這兩個並行 然後我後面就是你 有上一些節目 但是就是零散了嘛 然後後面簽塔龍就到現在 其實我現在27喔 好啦你如果用大學畢業開始算的話 我出社會才4年嘛 差不多 對所以你 因為我不能 我覺得我不會把大大大三 那時候培訓算進去 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說 太打工性質了 因為這就是一個很 很像實習生之類的 對很像實習生 然後以學生來說是很誇張的 那時候很誇張的那個收入 以我這個就是圈外人吧 就是的角度看 其實你的生涯其實 不是相對的那麼順遂 老實講就是 你的知名度沒有 你想像做的那麼高 可是我覺得是因為我 沒有很認真在經營這件事情 對所以就是 以別人付出的努力 跟你付出的努力 換來的成果來說 你的相對好是沒錯 對所以我說很 我順遂的原因是這樣 就是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特別做什麼 我就是一直在做我想做的事情而已 嗯 但他就是很幸運的都銜接在一起 那 但我覺得有沒有爆紅或者是 這個不重要 那不是你追求的東西啊 我覺得 我覺得在這個產業 我現在理解的事情就是 我不一定要爆紅 但我要維持熱度就好 嗯 所以我最近其實如果有追蹤我 你會發現我會偶爾發個線動這樣 這是我以前根本不可能會做的事情 經營自己的社群 對但我也不是刻意經營 就是什麼一天一篇文這些我做不到 一天一個線動我也做不到 但我如果當下覺得這個東西有趣 我就會覺得好好分享一下好了這樣 所以你要說我現在有在很刻意做這件事情 好像也沒有 我就是還是在做自己 只是會 比以前啦 就會覺得說做這件事情好像也沒什麼 就順手做一下 那我覺得那種行為算是一種活躍嗎 這應該是說你也算是公眾人物 對啊 算公眾人物啊 我不想知道我不想讓別人知道我在幹嘛 你不用發公眾人物啊 可是我就不想 我說的不想讓別人知道我在幹嘛 是包括當下跟之後 我也不想讓別人知道我前面在幹嘛 因為那是我自己的時間 像我為什麼我有時候會自己去看電影 我也不會用粉專發那個電影票 但我會發我私人的 就是我去看這部電影 但我就是我不想讓那麼多人知道 那你的私人IG是什麼 就我忘了 哈哈哈 沒有就是 我不知道因為包括我 我自己也會去看 我會自己去看籃球賽 當然有朋友要去也會一起去 但我是願意自己坐在那邊看籃球賽 然後幫我喜歡的隊伍加油 就是我 覺得一個人也沒有不好 確實 但如果有朋友陪 其實也蠻好的 所以我是不會很強求 那不會想讓別人知道我在幹嘛 原因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就個性問題吧 好像也我也講不出個所以來 那其實我蠻想問你的問題 就是當一個紅人跟網紅是什麼 感覺 我覺得我沒有很紅啊 我覺得你剛剛前面的那個問題 讓我覺得我好像很紅 但其實我自己也沒有覺得我很紅 你去日本會被認出來 會啊我會去 對啊那這樣 那這樣就不好好不好 你知道我那時候去日本大阪嗎 我那時候抱成心態 我出國了 我應該不會再被認出來了吧 我要開心玩 我要幹嘛 我要在街上亂口都可以 然後我去的地鐵就被認出來了 然後後面我都是乖乖的 而且還不只被認出一次吧 對我被認出兩三次 可是我覺得 我被認出來的頻率沒有很高啦 我自己也是 有這個認知 我只有在某一些場合被遇到 就一定會被認出來 就是可能電玩成這種 電競遊戲相關的 因為圈子太近了 所以你一定會被認出來 但得說因為我現在接觸的東西 開始變多了 你可能上什麼節目嗎 然後或者是 你撇除播比賽好了 你可能也有參與一些可能別的 算是 可能有時候會去什麼阿B 哦你之前不是有那個 在球場被認出來 對啊 那是因為我上小胡的直播 所以現在很多看台欄的觀眾 認得出我 出圈 可是 就是會有要跟我拍照的 可是我會覺得我就是一個 我跟他們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粉絲 我跟他們一樣 就是我們來支持我們 共同支持的 因為我只看那個 新北國王的 我只比較去那邊的主唱 其他的可能都要朋友陪 我才會去因為比較遠一點點 就是我就覺得說 其實我們是一樣 我不會覺得說 我是紅人 怎樣的 因為我們都只是 來看球的 我會這樣想 對啊 Snow Dog也常去看比賽 他還是很多人找他拍照啊 但他是紅人啊 沒那麼紅啊 不是啊我 你懂啊就是那個地位 你跟他的地位是差不多意思 哦 就是你是紅人 嗯 你只是相對沒那麼紅而已 就是反正就是會被認出來 因為包括我現在 在我家附近 就是可能我買個東西吃 我也會被認出來 如果你被認出來 你會問他們什麼 或是你會跟他們講什麼 不會是他們會主動來 跟我說可以拍照嗎 然後我當然就會說 我好啊 因為我也沒有很在意的形象 我就算那天醜醜的 我也沒差啊 你知道我是誰啊 蛤我說蛤 不會他都說你是立OD了嗎 或什麼之類的 我就覺得沒差啊 就是你要拍照就拍 我就算那天再醜 我也覺得無所謂 我也沒有很在意自己的形象 然後 然後 我上次比較 被認出來 比較 驚訝到 的一次是 我在實況上他有講 我去打肉毒被認出來 蛤 而且是打完之後 他也會說你是立OD 你說那個醫生啊 醫生啊 醫生 然後我就說 而且他打完了才問喔 我想說他打之前問 我想說我還可以那個 他打完之後問說你是立OD嗎 我說對啊 我說欸你怎麼知道我是誰 他說因為我有看 他說我是小熊的粉絲 然後我有看你行李商 我有看你復判 我想說 幹我好像死喔 你怎麼沒有問那你們有沒有 算便宜一點啊 打完了錢都付了 這一針免費 這一針免費 被認出來 當然會 某部分是開心的 因為就是欸 代表我好像蠻多人認識 可是 某一分就是我覺得 我好像沒辦法很做自己 因為我平常真的是比 在螢幕鏡頭前更白癡 如果 你們兩個可以做這個 我平常在 私底下講的話或者是 政治不正確的話 就是一個沒有 那不是政治不正確的話 那個就是我 就是放開來 就是我正常講話的時候 可是我只要在螢幕前 我就會變成一個 大家 欸 比較能夠接受的人這樣 可是我私底下超級智障 可是你已經越來越習慣了不是嗎 跟你很早期比 對啊所以所以我 所以我才說 當我被認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不一樣的我 喔你要開始關 關槍模式 對我就是喔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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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不認出我 我就是超級智障那種 我就是去逛電玩場 我會耍白癡 所以那個粉絲以後要知道 就是要假裝 假裝不認識 要開始認識你 我覺得 不會啊可是我 被認出來的頻率沒有高的 那麼誇張啦 你們想你們想像的太那個 好像我到哪都被認出來 其實也沒有啦 是沒有到那麼久 有啊你都去日本被認出來 什麼叫做是 不是啊那只是剛剛好有 可能有粉絲在那邊 然後被看到 而且也就是兩三個 那個就有點倖存者偏差 喔 對啊 但但就像剛剛講的 我在日本被認出來一次 我就會開始啪 對 你可以說有點不要臉 但就是看我被認出來第一次 那就有可能有第二次 那不是不能耍白癡嗎 就確實有第二次 對啊 就是你就會開始有這種 這種這種問 想法 你就會開始這樣想 對啊 所以主要還是看場合啦 因為 現在去吃東西那些 也偶爾會被認出來 然後可能就會被招待 你覺得其實還蠻好的 沒有就假如說我今天去吃燒肉 然後那邊的店員認出我 他可能就會跟我說 欸我那個 你去結帳的時候報我名字 可以打員工假這樣 類似的 哇 還是他是 他是想塗你身體 他是男的 那也是有客 沒有就是觀眾跟粉絲這樣 然後他可能就是想說認識我 然後就這樣 六弟我看了你的六塊肌 我塗你的真體 我現在其實沒有那麼壯啊 沒有啦我現在六塊肌 沒有那麼明顯啊 為什麼你不是一直追牛在肩 沒有我真肌啊 真肌肚子會變大啊 那個要後面再練啊 我現在是上半身比較壯 但我六塊肌沒那麼明顯啊 那個也是都自己看 我也沒 我健身現在我也沒露給我看過 我也看過是我媽 沒有啊 可是你的 凱琪那次不就有露 沒有那時候只 那時候還太瘦 我現在的這個壯度大概是那時候的三倍 因為我胖 從那時候我到現在胖了大概四五公斤 可是 那全部是肌肉 三倍太誇張了吧 你的三倍是怎麼算的 我跟你講那看著超明顯 超級明顯 因為沒有因為以前是瘦 就是 以前是金瘦你知道嗎 就是瘦到感覺很壯 可是現在就是 因為我是一狂吃 吃然後又運動 所以你不會覺得我變胖 但我的體重其實已經多了五公斤 就是五公斤都是雞肉 就是 你會很明顯感覺到我的體態變化很大 我可以講一次凱琪民宿那個 其實 我覺得我現在好像突然變得比較被大家認識 就是因為去那次民宿 所以我才說你之前沒有那麼紅 就是 你說那個東西有出圈 我覺得有啊 有啊 因為原本不是 你不能就是覺得每個看突起 或者看YT的人都會看英雄有沒有轉播 所以其實不是那麼多人認識我 可能在其他 因為那天的實況主太多了 你有什麼 國濤 阿B 冠偉 國華等等 然後又 什麼小亮之類的 但你就是那個長醉生的啊 就是有很多的實況主 但他們不一定都看肉的比賽嘛 因為像國濤 就是他是射擊的 所以不是那麼多人認識我 然後我就真的是去 其實我那時候一開始去有點猶豫 因為其實我跟大家都不熟 我就只可能跟凱琪跟A加算認識而已 然後他們找我去 想說好去一下 就是有點想說是Social工作 但那時候去就還蠻 放鬆就當做去玩這樣 對然後 剛剛好可能就是有脫衣服的環節 然後 就大家意外發現我好像 很壯 就是有 有肌肉 對有肌肉而已 然後我就是唱了一首歌嘛 然後大家覺得我唱歌很好聽 然後從此之後呢 大家就是大家對我有這個 沒有那時候還是電競週結論 那時候大家對我開始有這個印象了 然後現在只要我開台或者是我到任何的場合 只要能夠唱歌 大家都會叫我唱歌這樣 因為我不是有去劍東那邊錄歌嗎 其實我在去那邊錄歌之前 我都不覺得我是一個很會唱歌的人 我就覺得我只是一個很會 我是一個很喜歡唱歌的人 然後我去學別人唱歌 然後是我去劍東那邊 然後他教我一些方式之後 其實我那天錄的那個風我也覺得沒有很好聽 因為那個太低了 然後我後面就是他教我一些發聲方式 他叫我回去練 然後我就是 從那時候錄完 到現在有多久了 兩三個月了有了吧 差不多差不多 然後我就是也不會到每天練了 但我找到時間我就會練習這樣 然後我前陣子去KTV唱歌 我就覺得我唱歌有明顯進步 所以你要說 拿我現在跟我那時候唱歌前比 我現在歌前是屌虐那個時候 因為我現在終於知道怎麼唱歌 現在來一段就是我 以前你可以說我是用天賦在唱歌 可是現在就是我是練習過的 所以我知道要怎麼正確的發聲 然後我的喉嚨不會累 而且我覺得這點可以 如果有看的這個主播賽品 我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剛好前陣子有跟新人 柏佑武哲克他們 他們就問我說 為什麼你好像播報不會累 怎樣 我就跟他們說 因為我用了不一樣的發聲方式 然後我就大概跟他們講解 但那個發聲方式 其實就是劍東教我唱歌的發聲方式 我把它轉化到我的播報上面 所以你會覺得我 好像講了六場我的聲音都是不會變的 因為我都是用肚子在發力 你要現在示範一下 沒有我現在一直都是用肚子在講話 我現在從來都 我還沒有用到我的喉嚨 就是還沒有用到喉嚨 可是用這種播報方式其實很累 就是是回家會昏睡那種 因為你是全身在用力 就是它是有點用丹田發聲 因為以前我講話會講到沙啞的原因 就是我一直用喉嚨發聲 我一直在抹我的身帶 可是我現在發現其實我只要 用 就是可能吸飽器 然後 那時候他教我唱歌就是穩定的輸出 我就是這樣穩定的輸出 其實我基本上我喉嚨根本沒有出到力 所以你會發現我最近播比賽 你去聽第一把跟第六把 我聲音是一模一樣 對 然後甚至我第一把大叫 跟第六把大叫也都是一樣 那你會覺得可能有點變低 就是我累了 練這種方式呢 劍東是教我說 因為你要用肚子呼吸然後 處理就是躺著唱歌 那一開始我是躺著唱歌 一首都唱不完 我現在可以躺著唱三首 就是每天這樣子有機會就練 我覺得我 大家會躺在地上然後在那邊唱 沒有躺在床上 什麼病 躺在地上幹嘛 就是用的發聲方式是等於說 你用全身的力氣在講話 對 可是對我喉嚨是好的 所以我喉嚨不會壞掉 這樣 你身體會壞掉 不會就只累了 因為你你你一直在用你的腹部發聲 那個不會讓你身體壞掉 你這樣子還會長腹肌欸 就是我一直然後包括我以前唱歌 我可能唱高音的好了 我以前可以用天賦唱 就是我怎樣唱我都可以唱很高 可是我沒辦法持久 可是我現在唱風 我已經實測過兩次就沒有問題 我可以升一個key然後唱完一整首 不過其實你本身起key的 你本身的原key就比風的再高 就是我以前key對我來說不是問題 我的問題一直都是那個持久力的問題 就包括播報也是 其實播報也不是說你要叫的多大聲多嗨 而是你這六場你要維持同一個狀態 其實我覺得概念是差不多的 就是我現在找到訓練方式就是我 健身不準是重訓或者是有氧 都是在增加我的算是肌耐力 就是可能 可能腹部的任何核心之類的 所以讓我在播報跟唱歌上 我的續航力都會比較好 所以我現在唱高音的歌我也可以唱的 就沒有像以前那麼陡啦 因為以前也可以很高 但後面就會開始陡開始飄 但我現在可以至少維持在一個很 能夠控制我能控制的水平上 因為我現在也學會了唱歌 其實是我不一定要一直要拉的很高 我只要唱出有起伏這樣 因為我自己回去看YT很多影片 學唱歌這樣 所以我自認我覺得我現在唱歌 比那時候去凱琦那邊唱歌進步蠻多的這樣 就是以前我沒有方法 以前就土法鏈剛一直亂吼啊 對啊 可是經過了一些真的是厲害的人知道之後 我覺得差蠻多的 就是中國主播跟彎彎主播的差別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比到我們播報的環境又不一樣 我們能講的東西也不一樣吧 就是那個留言是說你們可以去看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我看過那個留言 他說我們可以去看廣哥的比賽 對 但我覺得我們能講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就是我今天在PCS或台港要播報 我到LPL我就是不能這樣播啊 那廣哥的播報很厲害 然後他來PCS這樣播我覺得也沒有問題 可是你要所有PCS的觀眾都能接受 我覺得也不好說 因為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太震驚或者是太專業 但太感到的觀眾可能有時候要的只是 比較休閒的播報方式 所以我覺得有點 沒有什麼誰對誰錯或誰強誰厲害 我覺得那個就是市場需求 我們都是跟著市場走的人 那廣哥現在是LPL的算是頂嘛 那如果我不要臉一點我PCS 如果你要比講幹話的賽評 就是能講幹話 稍微降低內容的賽評 就目前可能我就是 可能會是比較突出的就這樣 但那個也是市場需求 因為一定也 我跟你講這一定有人會不喜歡我這樣 就覺得我把比賽搞得太中意太小丑啊 對吧 可是 但至少以現在我可能會是 市場上面 我不會說是100% 但可能絕大部分人喜歡這種播報方式 那我當然就維持就好了 我不需要為了那5%的人去改變嗎 對吧 所以你覺得如果你現在這個方式 讓你去奧皮奧 我應該一天就不會再上台了 就被BAM掉了 直接被BAM掉了 可是當你真的上去的時候 其實有些話就是 就是你就會專業分析啦這樣 其實也沒什麼那個啊 所以我覺得 我也沒有試過 所以你也不能說 我去我就一定很爛 說不定我去我講的很好啊 我這個語言切換是很強的啊 我之前用這個 我知道你實況上 LPL的播報 我那個看到英雄我就念得出來了 千絕 千絕啊 其實 也那個也沒有什麼嘛 所以你根本就 這個是不能比較的 因為 你就張飛打月飛 不同時空 不同環境 這個有什麼好打的 你要比也是拿我跟PCS的 主播賽評比嗎 你拿我跟一個不同賽學的比 你怎麼不拿我跟NAU的比 連語言都不一樣怎麼比 我其實最近 因為我開始學英文的關係 我開始會比較仔細聽 NAU在講什麼 其實你仔細聽他們講的詞也很簡單 對 甚至他們的撞聲直播報更誇張 什麼WTF 什麼挖勾的 或者說 這什麼 他然後前陣子有一個精華是什麼 我記得是哪一隊打得很爛啊 TL打得很爛 然後那邊就有一個主播 我不知道是誰 我聽聲音聽不出來 那個主播就說什麼 I don't like什麼 他就直接這樣講 他那個是很有個人評論的 但NA的觀眾接受啊 他們很像在聊天 對那我覺得就沒有問題 你只要你的觀眾是能接受的 怎樣 大家覺得好那就是好的播報啊 因為如果我用這種方式 我用這種方式 假如說我播PSG的好了 我說我不喜歡PSG這種打法 因為我覺得太送了 你覺得這所有觀眾都能接受嗎 不一定嘛 我這樣講地獄豬 地獄豬的觀眾能接受嗎 不一定啊所以 你要去根據每個賽區去調整你的說法 才是重點啊 對吧 這種東西就沒有對錯 我覺得要去比個對錯 比個高低就是一件很無聊的事情 就是以前 會被影響啊 但我覺得我現在就不會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就是 就是做自己啊 每個新人問我說 怎樣播的好 我就說你就是做自己 那如果這樣還播的不好的話 就只是你 不被這個市場 這個就 這很現實 淘汰 沒有這很現實啊 我覺得部分某一方面 現在是最頂的 就是因為他也很做自己啊 他現在其實在舞台上 我覺得 跟私底下當然有差啦 他私底下沒那麼瘋 但他在舞台上 他就可以做出大家 這個喜歡的樣子 當然你平常跟他私底下 聊到對的話題 像我們之前聊A片 他也是那麼嗨啊 所以我覺得 沒有必要去做 比較啦 這個 很無聊 什麼都要比個高低的話 你永遠都不會快樂 我的人生的思考現在方是怎樣 以前很愛比啊 以前又有那麼多同才競爭 本日金劇耶 不是 你要想我們以前 我那一屆 八個培訓的耶 超多 你要跟八個人比 然後再跟前輩比 你當然一直被比 你會一直有這個比較心態 然後你差的話 你會被罵 你會受影響 但現在就不會啊 有什麼好比的 啊你不喜歡就不喜歡 你就不要看啊 啊喜歡的就會看啊 就這樣啊 那如果今天我播的時候 比較多人看 那會不會是你自己品味有問題 那就是這樣啊 每個人的喜好都一樣 不一樣嘛 這個 尊重每個人的喜好啊 那只是因為我們是走目前的人 所以我們要收到 評論 但我覺得也沒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工作上面 會面臨到的問題啊 就是所有的觀眾 對我來說都是我的主管 我的主管 或者是任何一個主管 對自己的下屬 都有自己想要的 理想的樣子嘛 對吧 那 如果我今天不是你理想 的樣子的下屬 那 你就把我fire掉 你以後有我的比賽就不要看啊 對吧 但如果今天你想看的比賽 一直都是我在播 那代表是這個市場需要我嗎 對吧 這不就很現實層面嗎 對啊 其實就這樣而已啊 你覺得統神 那個是 很多人都說他們沒有教練 然後這樣搭 也沒什麼對錯啊 不找教練他就能拿世界冠軍 那他就是 出類拔萃啊 但我看 這個 韓國 那個什麼Dragon S 他那個紀錄影片裡面 那後勤十四個人欸 不是後勤十四個人 他們的教練還有什麼摩格里 就以前的選手 然後他們有大概有兩 我記得我如果我看的話 一個主教練大概兩三個分析師 人家世界冠軍啊 那你說韓選手十四個人 欸 我記得 對好像韓選手十四個人 那那你今天要就是完全無後勤啊 那你今天要就是完全無後勤啊 你說進世界賽好了 你如果能做到當然最好 因為你用最低的成本做到最大效益的事嘛 那你做不到 那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也沒有絕對 因為也有很多隊請教練 他是沒有世界賽打的 可是這些不就都是結果論或者是 成功論而已嗎 對啊 就有什麼那個嗎 你就用實力證明就好啦 也沒有什麼好吵的吧 確實 對啊 那你說萬能或者是黎明 現在兩隊 在校園聯賽裡面 就是永遠冠軍賽都是我們兩隊打 你說 選手重要嗎 重要啊後勤也重要 因為我們彼此都很了解 所以我們在做PP上面都 我做PP都蠻快啊 所以 後勤不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後勤的工作 以我啦 因為我帶的只是業餘隊 所以也沒那麼準 我覺得有時候教練要做的不是什麼PP 要做到最屌 請說要做到最屌 有時候 維持一個團隊很好的氣氛 就是說灌雞湯這些 其實真的蠻重要的 那你今天沒有教練在做這個事情 你要怎麼讓一個第三者去說服隊員去做 去留一個好的環境或者是好的抒發點 我蠻常跟我以前啦 現在還好 因為他們現在都還蠻穩定也很成熟 以前他們都還蠻新的時候 我還會 賽前 就假如說今天輸了嗎 明天又有比賽 然後我知道這場不能輸 輸了我們可能掉到立賽第二這樣 我是會每個打電話 然後去講說我覺得今天問題在哪邊 你應該怎麼處理 我是一個一個一個打電話這樣講 一個講半小時這樣就三小時 那你覺得後勤重要嗎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我講完之後隔天我們就贏了 然後我們立賽第一 對啊 我們前一天是輸了一個 我們本來根本就不該輸的隊伍 但他們狀況很差 有可能就是覺得硬定了 然後輸完之後當然就是輸了一場 覺得不該輸的比賽 大家一定都會很 呃氣氛低米 啊我也沒有當下講 我也沒有當下噴 因為我知道每個人的狀況都不一樣 然後每個人想法的思考點位都不一樣 所以我就是用一個一個人講話的方式 那這樣講完之後隔天我們贏了一個最強的隊伍 就這樣 那我覺得後勤有用啊 我可能沒我可能在教他們上面我沒那麼厲害啊 但我知道至少在調節隊員的整體的配合那些 或者是情緒呃算是情緒那些嗎 我覺得我是一個蠻好的教練 我自認為 我是情緒條理大使 好那這個我們今天這一集這個單人的這個電競孔子的直球對決就到這邊 那如果觀眾有想要聽我們聊什麼話題 然後或者是對自己有什麼建議的話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也謝謝今天這個PH區的兩位這個後勤人員 一個是我們製作人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們的剪輯師嗎 對然後就是陪我聊天 對那今天內容也很長不知道他們會怎麼剪 說不定亂剪一通吧 不能剪的都剪進去了 那就是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就下集再見 大家掰掰 再見 下一集預告DOD的6塊集 不要 放封面 CLICKBAY